新国会第一天 绿营总招主动开战 靠谎民众党团双簧二人组 韩国他一路在演假戏 他就是在制造声音样 要掩护他们最后 要支持韩国瑜 然后我们再当做修复 柯建平说你是女版韩国瑜 你觉得呢 小心后面 谢谢 小心哦 小心等一下车子会来 对于柯建平校正 黄珊珊黄国昌选择冷处理 而前一天还隔空与柯建平 互杠的蓝营党党党副昆奇 重心摆在立院龙头选战 先停火 我们也希望民进党的立委 也跟我们站在一起 只要国会改革的式样 能够健全立法委员职能的方面 我们大家都攜手同心 国会不论未来如何发展 我们会尊重民众党 并且在各方面 我们都有最大的善意 富宽奇一番话 不仅对白银地橄榄枝 更暗藏双方似乎早就拥有 默契的玄机 韩国瑜当选院长 传出蓝白鞋商 国民党愿意以黄国昌 担任司法委员会赵伟 来换取民众党支持韩国瑜 不只跟蓝银有交涉 更传出柯文哲 一度亲自致电民进党高层 由于他们把院长票 投给黄珊珊 民进党这边有很多的人 主动来跟民众党的高层 来洽询 他们明确放出来的讯息是 他们可以支持黄珊珊 但是希望民众党要支持蔡奇昌 所以也明确的拒绝了 这样子的提案 当这个两个人都没有 保住的时候 为了要避免自己变成战犯 所以在这个 立月龙头的选举一结束之后 马上开始放话 国会新会期 蓝绿白三党团 政治角力 从立月龙头选举正式敲开序曲 进行文中